中国人往往会联想到秦始皇的科政与焚书坑儒 秦始皇截天下之子才以奉其政的科级暴虑集中表现在四个方面 争脸无度 赋税其重 浩大喜功 滥用民力 言行俊法 临理连作 前置思想 焚书坑儒 然而 与虎狼之秦相比 共产党暴虐有过之而无人不及 中共的领导人毛泽东 自己也曾直言不讳 秦始皇算什么 他坑了四百六十个儒 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 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 是秦始皇 我们一概承认 合乎实际 可惜的是 你们说的还不够 还得要我们加以补充 让我们来回忆一下 中国在共产党统治之下步履艰难走过的五十五年 看一看 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后 是怎样利用政府机制 以阶级斗争为纲领 来实行阶级灭绝 以暴力革命做工具 来实行恐怖统治的吧 1949年10月1日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了共产党依靠暴力革命在中国夺取了政权 经历了几十年战乱的中国人 此刻欢欣鼓舞 认为中华民族将从此走向繁荣富强 因为历史上的许多政治集团 为了夺取政权而进行血腥的战争 杀人如麻 不过一旦政权到手 大规模的杀戮也就结束 人民将进入和平安定的正常生活 但是 人们没有想到的是 夺得全国政权只是共产党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接下来 邪灵附体的中共还要牢牢附着在国家人民身上 操纵和控制人民以保护权力不止丧失 同时 垄断和吸取社会财富资源 因此 从夺取政权的那一天起 中国共产党便开始了有组织 有计划的开展一系列对内对外的阶级斗争 路线斗争和思想斗争 一方面 有步骤的消灭不同范围和群体中的一级分子 另一方面 把党组织深入到社会的最小单位 他不仅消灭人的肉体 而且毁灭人的精神 镇压共产党之外的一切思想和信仰 强迫全国人民成为他暴虐统治下的顺利 从而达到其绝对控制社会权力的目的 共产党夺取政权仅三个月 他就着手在全国开展了土地改革 在农村广泛划分阶级定设成分 给全国不下两千万人戴上地富反坏的帽子 使他们成为在中国社会备受歧视 打击没有公民权利的贱民 共产党用耕者有其田的口号 鼓动无田的农民 斗争有田的农民 鼓励 放纵 人性中自私自利 为所欲为 不讲道德的一面 他在土地改革总路线中明确提出 消灭地主阶级 致使近十万地主丧生 更有地区对地主实行满门抄斩 连妇女儿童也不能幸免 与此同时 随着土地改革深入到边远地区和少数民组织 共产党的党组织也迅速获大 发展到乡有党委 村有支部 党支部上层下达党的旨意 冲在阶级斗争的第一线 在这期间 共产党在全国农村掀起了第一轮 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 只有共产党才能听中国的宣传 土地改革中 不劳而户 强取豪夺 为所欲为的政策 使不少农民得到实惠 他们感到跟着共产党是沾了光 因此对共产党感恩戴德 接受了共产党使为人民的说法 对于分得土地的农民来讲 耕者有其田的好景并不长久 1951年9月 毛泽东倡议召开了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 虽然在当时经过专家调查 认为农民并没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 只有个体生产的积极性 但是 共产党的各级政府机构 以及建立在各乡 镇 村庄的党支部 把合作化当作党要实现的政治目标 开始了一系列强加在农民身上的运动 互助组 初级社 高级社 人民公社 在批判小脚女人的紧锣密谷中年年加码 要农民跑步进入社会主义 到1952年底 中国农村已有830多万个互助组 到1956年底 全国的农民基本都加入了合作社 在这些运动中 土地 牲畜 农具都变成了集体财产 土改所分得的一切好处又成了宫 在这些运动中 土地 农具都变成了集体财产